毫无疑问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老男孩儿》 绝对鸟杀张家已纵丹丹的美好生活 由于林依晨主演的《老男孩儿》 无论是剧情还是人物个性更加鲜明立体 剧中几大角色互对场面高潮不断 引发网友的热议 剧中 林依晨还想着辞职去国外陪男友 想不到男友已经在为别的女孩包饺子 和同事的女儿已经秘密同居 说起林依晨剧中的男友 真的来头不小 她可是湖南卫视力捧的主持人魏巍 资源好道道 多次在湖南京市和湖南卫视主持节目 也是湖南台多部自制剧的男一号 但至今不红 比较在剧中时的老季横秋的造型 在湖南台主持节目时的KK阳光帅气 魏巍一名叫KK 说起一名的来源 也充满戏剧性 早前 湖南京市有一档娱乐资讯节目招聘 Eoyal的搭档 与Eoyal搭配成OK组合 为了配合节目的定位 给搭档起名为KK 其实这个名字一开始不是给魏巍取的 为了找主持人 还办了一场小选拔赛呢 结果魏巍脱颖而出 几年前 KK魏巍主持 花儿朵朵时当众向选手戴月表白求爱 戴月 我喜欢你 你就答应了我吧 结果被节目组崩杀 有说KK想借戴月上尾 结果弄巧成桌 关于KK当众向戴月表白仪式 媒体曾这样报道过 曾被视为何炯汪涵的接班人利捧 应向选手表白被光杀 关于KK的绅士背景 也有各种版本 有说他后台强硬 还有说他是湖南卫视鼎鼎大名的魏公子 曾说是台长的儿子 至今你一样 KK发微博称 我们成亲啦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同掌柜 我就是你的魏小二 爱你用一声慢慢的静静的淡淡的爱你 谢辉与同臣节的青年婚姻走到尽头 外界传说是因为谢辉有了小三 有说是因为东方卫视某女主持人插足 此外 被劈腿的同臣节索要300万元分手费 因为300万分手费 两人闹了很久 最后两人离婚收场 与球星离婚后 嫁给了KK的同臣节 如今过得很幸福